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約翰·拉特克利夫 在12月8日表示 中共對美國政府的滲透非常嚴重 而且是日趨嚴重 拉特克利夫在12月8日 接受霍視新聞頻道節目採訪時說 俄羅斯是美國的一個危險對手 但在經濟上 俄羅斯無法像中國那樣競爭 拉特克利夫說 雖然俄羅斯可以很危險 不過他們無法像中國那樣和美國競爭 而且中國有一個非常具體的計劃 其中一個上位的方式 就是他們清楚認識 信息是他們佔據優勢的關鍵 所以他們想盡一切辦法達到目的 拉特克利夫表示 中共的目標是取代美國 拉特克利夫說 中國知道目前美國 仍然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 他們知道他們正在所有的方面追趕我們 他們提出的所有計劃 所有的倡議 數字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都是中國製造 都是穿著薄外殼和莊門面 藉此中國走向世界 並從本質上獲得成為 世界超級大國的影響力和權力 並取代美國